今天早上 今天我們大家看到說 今天省一個 那個 差點講的共同法 選霸法的部分 我們其實發現到 其實有早上 尤其是黃國昌委員 來這邊有一個暴氣開獎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那今天特別邀請到的是說 戈籃委的團隊的義務律師 就是 蔡 蔡旺林律師 對 因為平常都叫蔡哥講習慣了 對 那我們今天呢 有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讓大家來解惑一下 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對可能 很多人對罷免都有些誤解 不過我相信到了現在 已經有一些變化了 那像剛剛中選會主委 在強調說 民情已經不同了 那尤其是昨天 其實有一個特殊事件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請 那個 蔡律師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針對 第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罷免現在的困境是說 現行的法條 它是提案就要2% 然後成案又要13% 然後到了那個連署期間 又有一些規定 以及最萬惡的就是最後那個雙二一 就是說投票率要過一半 然後最後又要說有效票又要過二分之一 這樣才能夠罷免成功 所以導致罷免其實幾乎不太可能成功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知道蔡律師覺得有什麼樣的看法 罷免的困境是什麼 就是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就是在 以去年2014年開始執行的一個 各藍委罷免計畫 其實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在街頭上根本沒有人知道 我們在幹嘛 因為台灣很少這樣大規模的 除了133憲法聯盟 先前在吳律師選區的一個罷免活動之外 那其實這樣大規模的 我們在內湖南港 然後還有淡水 巴黎 就是吳律師選區還有板橋 這樣要推 剛開始推行罷免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所以我們花很多時間在跟民眾解釋 也因此在初期 雖然說提議階段它沒有限制期間 但我們也花了將近三四個月 才達到2% 然後之後才可以進入所謂的 那個連署階段 那連署階段其實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其實剛好就是2014年的 11月29號有個投票 那各藍委也 剛好在這個機會就是 讓所有的罷免連署期間 進入剛好跟選舉可以match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在外面的擺攤 才有辦法在30天內 讓蔡正元選區一天就達標 對 這是一個實務上 如果沒有一些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 確實它是很難完成的 尤其是靠民眾或團體這樣 一張一張去圈連署書 對 蔡正元應該自己本身 也有幫自己宣傳到的效果 有 他是 其實他才是自己人 對 大家都在講自己人 可是我們其實後來發現 其實可能自己人 不只蔡正元一個人 因為我們發現到自己人 可能還包含了北選會 台北選務委員會 因為台北 北選會 應該說昨天你們接到一個函 那這個函就是說 是針對當時蔡正元的事情嗎 對 就是其實昨天 因為我們之前 簡單講 基本上就是 各安委計劃正式接到台北選委會 我們總共拿到六份採除書 那其實這個過程滿好玩的啦 就是昨天早上 我們跟一些內政委員會 因為今天要排案 所以跟一些委員召開記者會 那他們都也表明很支持一些 不合一的罷免法的修正 就在我們開完記者會 開心的準備要回家的時候 就接到這封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然後郵票是水母的信函 對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然後呢 我們拆開裡面就發現 裡面有六張採除書 那每一張的理由呢 我們等一下稍後 各安委團隊會把 所有的採除書公佈在我們的粉絲頁 那也會正式發表 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生命的看法 然後我們覺得很妙的是 這一份採除書 其實它有很多 我們等一下會完整的 把我們的聲明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粉絲頁去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這份採除書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它的理由 號稱出於某位學界的委員 但是它寫的理由 其實真的是 我相信等一下大家看完會很開心 意思是說 我為什麼剛剛講說是自己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去查以後發現說 它這個開出來的 這個發文出來的時間 正好就上個禮拜五嘛 然後上個禮拜五 其實也正好就是 內政委員會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這個 招委陳其邁他排案下去 排議程下去的時間 那其實很微妙 好像是排了議程下去 結果剛好就出來這個文 這個東西 有啦我們昨天其實也開始在網路上 看到這樣的訊息啦 就是說剛好是不是這麼巧合的事情 那就可是就我所知 其實在2月26號那個 台北市選委會的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通過要裁罰了 所以剛好 寄出了公文的日期 應該是剛好真的是巧合啦 但他們的委員會是同意要罰 已經開會決定了 對 不過早上的時候很多委員都有在 就是質詢到這件事情 然後也都一直在問說 中選會主委劉易舟他的態度 剛剛在看直播的網友一定也都有聽到 那事實上劉易舟主委這邊 他是有一再的講說 他個人意見認為是不法為宜啦 那這個地方不知道 各安委團隊有沒有比較欣慰一點 當然我們必須澄清一下啦 因為我們今天也有人有一些誤會 就是說 中選會為什麼要不阻止或什麼 那因為其實宣傳不能罷免的 裁罰權限的權責機關 其實就是台北市選委會 所以理論上這個財主書 送出來到我們各安委計畫這邊之後 他們並不需要再送給中選會確認 所以劉易舟委員如果他個人的意見不罰的話 那我覺得他可以好好的跟北選會公討論一下 其實是不是要把這個財主書直接撤回 對 那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解套方式 早上的時候立法院在開會的時候 有討論到關於像門檻等等這些有一些討論 那其中我覺得當然我們另外一種觀點 有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說 新民黨立委像陳一傑立委 他就表示說 那可能這樣子 依照現在大家的提案版本來講 門檻會不會太低 然後會不會導致說大家一直在罷免 然後一直在投票投不完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剛剛也是查了一下數據 可能陳一傑委員這樣的擔憂 可能理由是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因為如果按照現在現行的版本當中 最低的一個是王定宇委員的版本 是提案變成0.5% 0.5% 然後連署階段變成5%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以說像一個人數最少的 選舉人數最少的一個選區 就是連江縣的話 它可能會導致說 只要50人就可以連署 50人就可以提案 然後500人就可以成案 然後就會進入投票階段 那這樣子的話會不會真的有可能說 門檻太低 500人就可以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我不知道說 像各安委團隊這邊 一定有很多的討論 那你們的認為是怎麼樣 我們剛剛也有跟王熙 就是一起看了一下 那個連江縣的這個當選的票數 那它的當選人大概是2000多票嘛 那第二名大概700多票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一個數據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 剛剛提案門檻 連署門檻要500人的情況下 代表我那700多人的 所謂的反對方 基本上大部分都要去簽所謂的提案的 連署的這種罷免連署書 那基本上這個實務上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即便是在我們實際的操作 在蔡正元這邊的話 完全反對他的人 也不可能將近五成的人都出來簽點署書 在我們當初第二階段送出去的時候 我們蔡正元的門檻是38989 這個數字大概一輩子都會記得 但是我們實際到時候送出去的時候 是將近6萬張 對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這個 即使是在當初有選舉的配合 還有這麼多志工的投入的情況下 其實你都不可能讓所謂反對蔡正元的人 的五成出來簽連署 對 所以門檻 雖然以剛剛的數據看起來 你會有所謂的500張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這個人數的對比 贊成反對方來比較的話 其實它還是很難的一個門檻 對 以現在早上 就是說網友可能有大家看的時候 不一定看到那麼仔細 現在大概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版本有幾個 特別說有幾個版本我們講他們的數字上的差異 第一個是說連署門檻有的是 最低的是王定宇版本是0.5% 然後其他大部分都是1% 對 提議階段都是1% 然後在那個連署階段的話 也是王定宇是最低就是5% 那有另外一個是高志鵬的6% 其他大部分都10% 那像時代力量他們雖然提案了 但是現在還沒有送進去內政委員會 所以今天沒有他的版本 但是他們有提案他們也是1%10% 這樣子 那我們先就這個1%10%部分 你覺得各安委這邊會覺得 哪一個版本是可能比較接近 就是實務上各安委團隊在操作的一個想法 當然我們理性來講 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數字都修到很低 3% 2% 然後就可以連署就過 那確實有時候很容易成為一個 反對者的一個任意發動 造成政局的不穩定 可是那實際上到底要幾%是合理的 我們在去年也有提供 在內政部它舉行的罷免公聽會 我們有提供實際的一個連署數據 那我們基本上認為不要高於10%是合理的 那至於說再低或什麼 在實務上我們會認為說 你連署階段如果現在30天沒有增加成60天或90天的話 那在30天內你真的能收到5%或6% 其實真的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 所以我們的當然這個數字是要如何去調整 其實各樣的團隊其實說實話目前也都在討論 但我們認為是不應該超過10% 但是5%以上是合理的 那另外就是最後最終的這個投票階段的時候 怎麼樣叫做算是真的罷免通過的話 之前以前我們講說萬惡的那個雙二一問題 那這個雙二一問題其實就是公投跟選罷罷免都有一樣的問題 那雙二一我想廢止 現在大家都都是共同的意見 提案版本也都是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微妙差異是 有些版本是有一個叫相對多數 也就是它還是有定了一個投票率的門檻 有些可能定所謂的40% 有些可能是定所謂說 這個有效票要過全部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一 那那個其實概念上其實就相當於說一半的一半 這樣子 那當然最簡單的就是說直接簡單多數 覺得出來也不用管人數多少 那就是看誰哪邊贊成方多過反對方就是成立了 那像這樣子在投票階段來講的話 那各安委團會認為哪一種制度會比較好 關於這個最後投票的時候的門檻 其實各安委計畫是有一定的共識 就是我們認為就是簡單多數決 為什麼 因為簡單多數決 雖然不投票也是一種表達民主意見的方式 可是如果對這個議案 以這個罷免蔡政委員委員來講的話 那我贊成他支持他的人 跟我反對他想要罷免他的人 基本上他都應該經由投票機制來表達他的意見 而如果說你有所謂的門檻會一定要過50% 那其實我們很明顯就看到 我只要反動員叫我支持者 不要出來投這張票就好了 那以我們去年在各安委計畫 蔡政委員的投票率 雖然說他的投票率沒有打到門檻 可是在投票裡面有將近97%的人 都是支持罷免蔡政委員 那如果投票就是一種意見的表達的話 那代表就只有一幾%的人 他的意見根本不受重視 所以我們認為簡單多數決 才可以讓所謂的支持者 贊成者都 反對者都可以好好的經由這個言論自由 或者是所謂的民主的政治的討論 然後把這些意見 經由投票來表示出來 那所以說今天早上大概看起來 我們以立法成 那個就是今天委員會的程序的話 大概就是大家質詢完之後 可能下午可以有機會 就是進入逐條審查這樣子 但是當然不確定今天有沒有這個機會 那當然最好就是說可以出委員會 那不知道說各安委團隊在這方面 有沒有說對今天有一個 預設的一個目標這樣 我們當然希望說今天可以 至少就是出了內政委員會 因為我們也看到民進黨 然後清明黨 時代力量 然後還有包括國民黨 好像沒有提案吧 然後就有很多的版本在討論 那這些版本就我們所知 其實都已經經過前年的 罷免的內政委員會 還有內政部公聽會的所有的版本 那我想至少在逐條審查 我們當然希望它可以通過 大部分不合一的法律 那尤其今天遇到最多的就是 我想降低門檻 尤其是罷免不得宣傳這些 那有特別提到說 有一條其實目前看到 大概就是時代力量 比較有特別把它凸顯出來 就是軍人跟公職人員 不得參與第一階段提議門檻 那我們認為 那時候我們其實就一直在 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為什麼軍人公務員 其實他也是人民 為什麼他不能去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簽署提議的罷免聯署書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不合一 可能是威權時代的時候 的一些法治 其實有必要優先修改 應該是說整個來講 我記得跟蔡律師也討論過 就是說其實罷免之所以 很多不合十一的地方 應該是說他選舉是這樣子 可是罷免卻跟選舉差很多 有很多不必要加上去的這些限制 那這其實才是限制了就是 所謂罷免卻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想 各安委團隊這邊 是一個很簡單概念 就是說罷免應該盡可能 跟選舉是一樣的 這樣的想法 因為反显法就講得很簡單 人民有選舉罷免的權利 那理論上都是來決定一個 政治人物他可不可以上台 或他怎麼下台 那所謂的罷免就是一個監督機制 不是說我投完票 那你就快樂完四年 那我沒有辦法去 即使你是一個不適任 那國家要付這麼多的薪水 讓你擔任立委的職務四年 所以罷免的監督機制 當然我們同意他有設一些條件 可是他不應該跟選舉的制度 有太多的差別 因為某種程度如果限制也更多 那你只是讓這些立委完全的 監督機制很難發揮 那當然最後 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經過這個所謂的變化 選舉的變化 有沒有覺得 各安委團隊有沒有覺得說 國民黨立委的友善程度 好像有稍微的變化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早上 比較有趣的是 黃昭順委員有上來說 對那個各安委團隊致歉 因為那天有收到記者會的邀請 但是他說他已經在高鐵上了 不方便參加 那我說好像已經開始有比較友善了 蔡律師覺得 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是 割藍尾 割爛調的立委 絕對不是針對藍色的立委 所以之前也有人提過 如果像以前的那種地方議員 其實他的色彩可能更多元 所以他不一定都是藍色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強調就是說 所以我們在有這種記者會或邀請的時候 我們對每個政黨都會公平 然後一起邀請他們 願不願意跟我們出席 那黃昭順委員 他其實他也是因為剛好他的行程去高雄 所以他確實有在電話中跟我們說不好意思 他不能出席 所以他其實目前 有啦 如果要照王熙剛剛講的 目前對我們友善很多 當然今天整個這樣討論 我們剛剛今天跟蔡律師這樣的一個訪問 也是希望說我們釐清說罷免的一些問題 那他的一些真點 到底說門檻應該怎麼樣定 以及最後投票階段 到底應該才什麼樣的簡單多數決 還是相對多數決 那我們大概剛剛都稍微一個討論 是希望說今天真的可以進入主條 甚至最後就是可以出位 那就是把這個法有一個完整的交代 那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應該是說 那不知道各安委團隊在未來 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計劃 是持續的來去推動罷免權的部分 你們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去年2月14號投完票 然後就解散 我們還有一些人覺得說 其實對罷免權還有這個監督的機制 其實它還有蠻多值得去努力和深耕的地方 所以我們目前的計劃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把我們之前在罷免的所有的經驗 還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如何執行的所有的東西 我們會把它整理起來 那我們會把所有的資料未來放在一個網路上 網站讓大家如果想要推動罷免的話 它就有一個基本的參考的依據 那然後因為也就是剛剛講到 其實罷免的這個想法其實還不是非常普及 所以我們有88場的罷免巡迴講座 那我們目前已經進行了將近20場 那我們會在未來繼續把它完成 那如果說未來對於罷免這個活動 有什麼實際執行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交錯選舉嘛 兩年一次國會選舉 兩年一次 四年一次 對 剛好兩年 兩年錯開 所以我們有在考慮說 那是不是我們要不要設一個 所謂的藍尾心跳聲 或者藍尾指標監控站之類的 也就是說當他就任滿一年之後 那我們會啟動這個網站 那依照當時的狀況來 讓網路或民眾投票說 是不是有不私任的立委 一定要經由罷免的機制 請他提早離開國會或地方議會的情況 所以各安委團隊到現在 都還是很多志工在持續的投入 而且其實就像剛剛蔡律師所講的 很多人對於罷免 可能還是沒有那麼完整的了解 那這也是有來 剛剛蔡律師提到 各安委的88場獎做持續的辦 因為其實真的88場很多耶 真的很多 那所以這些相關的訊息 都還是請大家要持續的關注 應該最主要現在都是各安委的粉專 對 所以大家請持續的關注更安委的粉專 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訪問大體上到這裡 那很希望說今天 真的整個審查可以有一個好的結果 因為今天這個禮拜 其實有非常多的重要法案 從禮拜一的黨產 到今天的就是那個選霸法部分 以及明天還有極右法 這禮拜可以算是內政的一個二戰這樣子 對 那所以大家還是要請網友持續關注 那也感謝網友時間收看 中午的這場直播 我是沃草的直播記者王希 那這位是各安委的義務律師 蔡旺玲律師 一直以來都在各安委付出非常多 那也請大家持續關注 沃草一期各安委的相關活動 謝謝